哈喽大家好我是老马 该怎么办呢 钱要不回来 工地活好干 钱太难要了 今天老马没有在岛上和兄弟们在一起 有两家债一直要不回来 好一年了 套路从开始就有一直到现在 第二个债主最难拆了 几年以前我给他干了一个 三十多万四十万的一个活 咱们现在给他打电话 看他怎么说 不行的话咱们就撕破脸 这是当时剃交的诉状 以前那个158的是他的电话 哎鱼哥 喂你打错了 他换号了 不是鱼哥 那他换哪个号了 我怎么知道他换哪号了 我根本不认识 你们不认识你打这换号了 那个 这本来因为我的号 他之前用的 哦好好好好 再见哈 臭 打微信吧 对方聚集 有事儿一会儿给你回 不能给的话我们就直接走程序了 这个你拖累太长时间了 是吧 咱们也不跟他磨解 直接走程序就完了 为啥说套路深呢 当初我们在他隔壁干活 这个人吧是本村的 说话也挺好听的 办事儿就出自认识的时候也挺不错 或者说我这里有一个拆除项目很大 说你们能不能接啊 什么合同啊什么的 我们不大重视 兄弟们给我回了 你随便就这杀字 大概我们预算是三四十万 套路就开始了兄弟们 以后大家会一定要提防着点 别像老马一样傻 本来我们也要签合同的 因为我毕竟挺大的 我们就是太容易相信人了 说你先干着 我两天以后就把那个合同给你弄出来 当时也没有多想 那就上人上机器咔咔干呗 等干到了一个星期 嘿这个于大哥好吗 说再等几天吧 合同一定下来 律师在拟合同的 当时想着说已经干成这样了 不能给人家给丢了 再一个也是干干到这样了 我给丢了我名声也不好 是不是 后来就硬着头皮干 干到了半个月了 还没动静 干到了一个多月以后 依然是没有动静 都已经干完几个月了 你合同吧到了 开始谈价格了 其实怪我们自己 这个事怪我们自己 我们也认了 本来三十多万的活 直白的说就是你要愿意签 你就给我降价 如果你不签 那咱们就再说 我们当时被逼的已经 一点办法没有了 人家聪明啊 每天晚上我们出多少垃圾 人家都记得一车不差 我们一天用了多少个工人 人家用记得一份不差 我们用了多少产车 人家算的明明白白 比我们算的都准确 最可气的是答应我 所有的废品 不管什么东西都给我们 但是最后出了反尔了 当我们辛辛苦苦把这个东西 搁得一块一块的都给卖了 卖完了以后 人家包括铁 什么东西给你算了一清二楚 算了七万块钱 还给你打赞 我们白忙活不说 都给人家了 都事先讲好的 哎 三十多万的活最后 讲到了二十几万 勉勉强强一分钱没有挣 可以说一分钱没有挣 还往外赔那么一点点 本来行事不错了 把工人工资发了 自己回的本钱也回来了 就得了 咱也不指望挣了 当白忙活就算了 但是最可气的是 十万块钱最后拖着你 到现在也不给 这么长时间了 他真不想给啊 工地难干 兄弟们 想不通一件事 那么大能力 咱大不了咱不干 为什么坑别人呢 明天老马回早上了 然后回来的时候 我直接我就走程序了 希望所有农民工修炼 忙活一年的兄弟们 都能拿到钱回家 玩活过年 走很多程序什么东西 太麻烦太繁琐了 能不能简洁一点 简洁化 就怎么样的 就是怎么样的 直接上去就弄他 我这样的人 我都恨得牙根痒痒 感谢大伙 支持王八大人转战 拜拜 兄弟们